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智慧财产权法 大家好 这是智慧财产权法第12讲次 今天要介绍的是 三标志注册及审核 在节目一开始 任我介绍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 是李源德 李律师 你好 李老师好 大家好 很高兴参与今天的讨论 我们一样介绍今天的讲授重点 首先我们要来介绍的是 三标注册的主意 再介绍三标注册的积极要件 接着三标注册的消极要件 最后来介绍三标的申请注册及审核 我们一样用一些案例跟问题 来跟各位做一个讨论 首先第一个问题 是想请教律师的是 申请三标注册之主体及课题 在我们民国100年的时候 修正有哪些规定 是 我们在讨论这个主题及课题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商标法100年的第一条 我们稍早有讨论过 我们的商标法 所保护的几种商标 包括了商标 还有证明标章 还有团体标章 还有团体商标 那么就商标而言 这个申请的主体 当然个人或者是商号或者是公司 他自己就可以去申请 但是谈到这个其他三种 包括这个证明标章 还有团体标章等等 在我们的81条第一项有规定 它说证明标章的申请人 以具有证明他人商品 或服务能力之法人 团体或政府机关为限 那么前项之申请人 系从事于预证明之商品 或服务之业者 不得申请注册 这是对于这个证明标章的 申请主体的一些描述跟限制 那么至于85条有关团体标章 它有这样的规定 它的85条说 团体标章只具有法人资格之工会 协会或其他团体 为表彰其会员之会籍 并介于非该团体会员相区别之标示 所以申请团体标章的主体 当然也要参考我们85条的规定 那么至于这个团体商标 在88条的第一项有说 是只具有法人资格之工会 协会或其他团体 为指示其会员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务 并介于非该团体会员 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务 相区别的标志 所以要申请团体商标 它的主体要参考88条的第一项的规定 但是这个不管是哪一种 是商标或者是团体标章 或证明标章 未必都必须亲自去申请 所以在我们的商标法的第六条 也有这样的规定 它说申请商标注册及相关事物 得委任商标代理人办理之 但书是说但在中华民国境内 无住所或营业所者 应委任商标代理人办理之 那么所以从我们的第六条的 这个规定可以看到 我们的商标代理制度 基本上原则是才一个任意代理的制度 那么例外才是采取这个强制代理的制度 那所谓的商标代理人 这个是指在国内有住所的自然人 那为了当事的利益 基于这个法规的规定 代当事人向商标专责机关 请求为许可认可或其他受益行为的 公法上意思表示 那么商标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 他是以本人所谓的意思表示 或者所受意思表示 直接对本人发生效力 那么在我们刚刚念到法条 其中所称的相关事物 是指除了申请商标注册之外 举番提出异议 申请评订或废纸 收受文件或提出搭片 检缩商品或抛弃商标权 申请移转登记或授权登记 或职权登记等等相关的商标事物 都在内 那么值得一提的就是说 在我们的旧法第八条第二项 其实本来的规定是说 商标代理人应在国内有住所 其为专业者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以商标师为限 那商标师的资格及管理 以法律定制 但是在我们这一次 一百年的修法的第六条第二项 它只是把它修成 商标的人应在国内有住所 并没有再强调 必须具有商标师的资格了 那么它的修正理由是说 有关商标师的规定 目前国内商标代理业务 多由律师或具失误经验的 商标代理人办理 运作上并没有不妥 且国际间亦无另行 设置商标师制度的情形 所以就把商标师的相关规定给删除掉了 这是有关主体上面的问题 至于课题 其实我们刚刚也提过 在我们的商标法的第一条跟第二条 这四种商标或标章 就是我们今天申请的课题 那么特别要注意的是 在我们的一百年修正的第三项 有加入了一些文字 它是怎么规定 它说这个商标图样 应以清楚 明确 完整 客观 持久及易于理解的方式呈现 所以这个是除了我们可以理解的 这个课题之外 特别在一百年修正的十九条第三项 就加入了这样几个强调的文字 好 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可以了解 就是商标的申请的主体 就是申请人 有申请权的人 那有申请权的人 当然你自己本身是商标权人 就可以来申请 那另外你可以委托商标代理人 那商标的这个课题 本身就是商标 那这个商标一定要以 这个清楚 明确 完整 客观 持久易于理解的方式来呈现 否则的话就不能够被申请注册了 这个是二十九条第三项 因为它不具备有识别性 所以就没有办法核准 好 那接着我想请教律师的 就是说既然识别性这么重要 那什么叫做商标的识别性 那或者是叫特别显著性 那商标有没有识别性 或特别显著性 要怎么样子来辨别呢 一百年修法的时候 对这个部分有什么规定 是 我们先来看一百年的 这个修法的这个法条 在我们的这个商标法的第十八条 第一项 它有说 这个 对不起 第二项 它说前项所称的识别性 是指足以使商品或服务之相关消费者 认识为指示商品或服务来源 并得与他人的商品服务相区别 好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一百年的 这个修法里面已经把所谓的识别性 做了一个法律上面的一个定义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叫做识别性 或者我们之前称它叫做特别显著性 用什么方式来判断它到底有没有 这个识别性或者特别显著性 在我们稍早讨论的一些其他的案例之中 我们大概也讨论到所谓的先天的识别性 还有所谓的后天的识别性 后天识别性我们也称它叫做 这个第二层意义 这个次要意义 那之前已经有讨论过 我们就不再太花时间 我们来花点时间来讨论一下 怎么去判断商标有没有识别性 那在这个智慧财产局 它所提出的商标识别性的审查要点 大概有一些判断的方式 它是这么说 它说有关识别性 有没有识别性 应该就指定的商品消费者的认知 还有实际交易情况 还有它使用的方法来判断 足不足以使 它过去是用一般商品购买人 来认识其为表彰商品的标示 并得介于他人的商品相区别 那么我们刚刚看到 我们的新修法民国100年这一次 它把这个一般商品购买人 它把它修改成相关消费者 那么为什么不再用一般商品购买人 因为有一些专业性 具有专业性质的商品 它跟一般消费者没有关系 但是必须是在这个专业领域的人 它才能够判断 它到底是不是具有这个识别性 所以把这个一般商品购买人 把它修改成相关的消费者 用这几个文字来代替 那么智慧财产局它进一步 它是做了一些历史 某些商品 商标是具有识别性的 比如说独创性的商标 什么叫独创性的商标 比如说这个Panasonic Sony这些字 它用于这个电视收录音 这种商品 我们认为它是具有独创性的 是运用智慧所独创所得 不是沿用既有的词汇 或者事物的一种商标 还有一种叫做随意性商标 也就是说这个商标图样 是由现有的词汇或事物所构成 但是指定的商品 跟这个词汇是完全无关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最有名的 这个Apple 这个苹果 这个指定于这个手机 或电脑商品 它跟这个实物是没有关系的 第三种就是暗示性的商标 就是说商标图样 它是以隐含辟喻的方式 暗示商品的形状 品质 公用或其他有关成分性质 特性 功能或目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们用快语通这三个字 指定在电子 这个词点商品 它是具有暗示性的 那这三种的商标 我们的智慧产品局认为 它是具有识别性的 那么哪一些是不具有识别性的 比如说这个 用商品习惯上 通用的标章 或通用的名称 比如说食品这两个字 就不能当作食品的商标 饼干或者豆花 就不能当作 这是通用的名称 所以不能当作商标 或者它只是简单的一个线条 一个单一的颜色 或基本的集合图形 或者是流行的标语口号 比如说我们用心灵改革 来指定在这个药品的商品上面 这个根据智慧产品局 他们的认定是这个 这些都是不具有识别性的 好 那么我刚刚也提过了 我们再补充一下 就是虽然它是不具识别性 但是这个商品习惯上 已经沿用有年了 那经过这个 在交易上已经成为 它这个申请的营业上 商品的识别标示的话 即使本来不具有识别性 但是后来会产生具有识别性 让消费者可以把这个商品跟服务 跟别的人的商品服务 做区别的话 就会产生了所谓的这个第二层意义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大家说英语 这个Let's talk in English 只定于书籍 这个杂志期刊等商品 这个就会被认为 它已经具有第二层意义了 好 那么所以这个 最后我们再做一个归结 就是说是不是有这个识别性 再进一步就是说要看 就是说第二层意义的部分 就是说要看这个商标 指定于商品的时间长短 还有使用方式 还有同业使用的情形 还有这个商标于指定商品的 生产销售广告的数量 再来就是根据它这个商标 在指定商品的市场分布 网络销售 销售网络还有这个贩卖成立的处所 广告业者 传播业者出具的证明 还有具有公信力机构出具的证明 或者各国注册的证明 最后或者是其他的据为认定 有识别性的证据 来判断它到底是不是具有第二层意义 好 我们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做一些补充 好 商标要能够申请注册呢 它至少要有新颖性跟识别性 那刚才呢 律师已经把100年的修法上面的 识别性的条文已经跟各位做了一些介绍 应该很清楚了 那我这边再做一个补充呢 就是这个识别性我们在前面已经探讨 它就有一个叫做先天的识别性 跟后天的识别性 那先天识别性就是指的商品本身所固有的 但是不需要经由使用就取得了识别能力的 那后天的识别性呢 就是说它原来不具备有识别性 但是经过在市场站的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它的结果呢会使得相关的消费者 这个认识原来不具备 原来不具备识别性的这个商标呢 这个标示呢 经过了它的这个使用之后 它可以标示它的来源 也能够呢作为这个商品的识别 来做一个区隔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就取得了这个商标的这个识别性 就是次要意义的这个第二层意义的识别性 所以我们说如果商标原则上 它应该要有先天的识别性 坦若它没有先天的识别性 原则上是不能够申请注册 但是如果它的主张 我虽然没有先天识别性 可是我已经具备有后天的识别性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它仍然是具备有识别性 而能够申请来注册的 好 因为这个识别性 也可以让我们能够呢 避免呢这个发生的混淆误证 而使呢这个对方呢 不能够再来申请呢 这个商标注册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呢 用一个案例呢 来看看这个识别性 它的重要性在哪里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在1996年呢 这个A公司呢 它取得了公元号的这个注册商标 那隔年呢 这个B商店呢 它也以公元的PAC注册了 两者都是在13年前呢 所取得的这个商标权 那这个A公司呢 在商标期限呢 一直到了99年9月30号 那申请呢 这个延展专用期间呢 六个月到期之后 A公司它没有去申请延展 那这个时候公元号的这个注册商标 就因而消灭 因此呢 西商店呢 就在100年4月1号 赶快来申请注册了 这个本案的公元号商标 那这个智慧产品局认为呢 B商店与西商店都是从事 这个与饮料有关 行销管道 场所有关联性 所以这个产品制 这个商品产制与服务提供者呢 都有共同性 所以依照一般的社会通电 及市场交易情形来看呢 会使得这个相关服务消费者呢 误认它是有相同 或者虽不相同而有关联的来源 所以两者商品跟服务之间 存有类似的关系 因此认定了西商店的商标 与B商店的公元的PAC商标近视 所以就不准与注册 那西商店呢就认为说 公元号呢它主张 它已经开了四五 在四五四十年五十年代 就在台北市的新公元旁边 取得贩售酸煤汤为主要的商品 位于新公元旁边 所以叫公元号 那经过整顿市容 搬到现在的位置 仍以公元号为店面的招牌 设立营业登记 并且营业到现在 那公元号广为相关消费者所知悉 已经成为著名的商标 而且呢也在这个相关消费者呢 识别员更提供商品的重要指标 成为那商标的识别性 那西商店的公元号商标的外观 观念跟读音 与B商店的公元的PAC都有不同 所以应该没有混淆误认之语 也不是近视的商标 所以就依序地提起了这个行政诉讼 那请问一下这个西商店 是不是能够呢获准注册呢 是 讨论到这个 其实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案例 那这个案例发展之后才知道说 原来我们喝了 从小喝的这个公元号酸煤汤 竟然他一开始 并不是他取得这个商标权的 那么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去查 智慧财产法院在101年度 刑伤数字第9号的一个行政诉讼的判决 那么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案例 这个判决法院的一个认定的过程 那么法院基本上它分成几段 若来探讨这个究竟这个C C的公元号可不可以申请商标注册 它的第一个判断是说 到底今天这个C的公元号 跟这个B的这个公元park 有没有这个让消费者混淆误认之余 那法院认为说 所谓的混淆误认之余怎么判断 是这个如果是有混淆误认之余的话 是不可以这个申请注册的 那有没有混淆误认之余要参考 这个商标的识别性的强弱 商标的近似 还有商品服务类似等等的相关因素 那么在第一个商品识别性的强弱部分 法院简单地说它是认为说这个公元或者公元号 或者公元图样都跟这个饮品或者饮料店 它本身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它应该是属于所谓的这个随意性的一个商标 那随意性的商标 法院认为它的识别性比较强 既然识别性比较强 就容易造成消费者的这个混淆误认 好 这是第一点 那么至于商标是不是近似 还有近似的程度 法院认为说这个是不是近似 是指意识异地隔离与通体观察 两者商标图样在外观观念或读音方面 有相似之处 据普通知识经验的相关消费者 施以通常的辨识与注意 至于有混淆误认之余的话 就认为它是近似 那么法院认为说这个公园跟公园号 虽然后面公园号多了一个号字 但是它的这个重点 并不这个识别性比较弱 而且这个虽然加上公园号这个号字 不会让一般人想直接的 就跟这个商号商店去做联想 所以法院认为说 在这个B的公园的park 跟这个C的公园号 这两者之间 法院是认为说 这个会造成这个商标近似的这个情形 那么再来 法院也认为说 这个两者 B跟C之间的这个商品或服务 一个是饮料店 一个是这个饮料 那么会认为这个 像消费者认为他们 这个会非常的类似 类似的程度非常高 所以从这个几个来看 似乎法院好像认为是 应该是不能这个申请注册 但是法院接下来他又继续往下的判断下去 第四个他是讨论到这个行销的方式跟行销场所 他认为就是说不管是这个B的这个小吃店 冰果店 还有这个C的公园号的这些果汁 饮料酸梅汤 他的取得的这个行销方式跟行销场所 就是取得这个饮料 这个商品的这个管道 认为是类似的 所以就这一点来讲 法院也认为他们行销方式跟行销场所是可能重叠 会同时 消费者同时接触的机会非常大 因其混淆的物件可能高 很高 所以看到这边似乎好像对于C这个公园号的注册都不太乐观 可是最后法院是用一个所谓相关消费者对商标熟悉的程度 来做一个最后的认定 他怎么说 他说这个公园号 这个C的公园号 已经曾经在这个台北市文献委员会 在剥皮疗举办的这个台北市百家商号特展的展览商家其中之一 那么可知道这个商标是因为原告跟他 就是说这个C跟他的家族长期使用50年 以广为相关消费者所熟知 成为相关消费者识别 这个C他所提供商品的重要标示 具有相当的商标识别性 可以借以与其他的商标来相区别 所以最后法院是用这样的一个理由 来支持C他的公园号是可以来注册的 那么另外法院也说了 在这个C之前 本来在13年前就同时存在这个公园号 跟这个B的这个公园的Park的两个商标同时并存 法院就说你智慧财产局这个 就有关这个审查的这个机关 既然在十几年前 你可以让两个商标同时并存 认为说这两个没有近视 也不会造成消费者混淆 那么为什么今天同样的事情 就应该要同样的处理 这所谓的平等原则 或者行政自我拘束原则 为什么今天C再来请求申请注册的时候 你却认为它不可以 所以法院也用这个理由 把这个智慧财产局的这个 驳回的这个处分把它撤销掉 所以现在应该是说 这公园号成功的可以 应该是有机会成功的 去注册这个商标 是 刚才律师所提到的 大概就是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这个商标 它有没有混淆误刃之语 那当然这个中间经过 冗藏的辩论之后 简单的来说 它这西山店呢 它认为呢 这个它已经长期使用公园号 从民国四十年五十年代 就一直在用 用到现在 那所以已经管为 相关消费者所窒息 已经有一种著名商标的 这个意念的概念存在了 那再来呢 就是台北市新公园的 这个公园号是比 B三店的这个公园 The Park 它要来的著名 别人大概不太知道 B三店那个The Park 是在什么地方 但是讲到公园号 新公园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 那第二个呢 部分来讲呢 就是要讲到的就是 不可以为差别待遇 根据行政程序法的 这个第六条的规定 很简单 就是你这个行政机关 非有正单理由 在为行政行为的时候 就应该对 这个行政行为所思维的对象呢 应该是为同等的这个对待 而不可以为差别的待遇 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The Park呢 跟这个A公司的这个公园号 他们是既然是1996年 公园号设立了 那1997年 这个公园The Park 也能够申请三标注册的话 那为什么 你单纸没有认为是有差别 那现在 你却认为有混淆误认 这个是有点问题 然后最后就是一个善意的问题 它又没有构成一个善意使用 那这个部分来讲就是说 它已经是有这个善意使用的概念 所以这个案子最后呢 就让这个公园号能够申请 这个诉讼的这个胜诉 那他就可以去申请三标注册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接着下面的这个题目 好 我们看第四个题目 这个希可公司 在民国97年2月4号 以Minutes Made Butter 立体三标 指定使用于饮料 这个饮用水 调味水这些汽水 果汁这些商品 向经济部智慧财产局 来申请了注册 那希可公司主张呢 这个瓶身上半段为圆弧曲线型 外观恰是一个拨下外皮的柳层 具有一半一半的这个柳层 与主要商品柳层之相呼应 具有相当的识别性 经过审查之后呢 经济部智慧财产局认为 本件三标图样为一般习件 常用于饮料或酒等液态食品的容器 以致作为立体三标 指定使用于饮料 果汁等三品 善不足以使三品相关消费者 认识其为表张三品之标示 并得介于与他人的三品相区隔 所以应该以不具有识别性为理由 就不准他注册 那希可公司不服呢 就提起书院行政诉讼 请问一下希可公司的主张 是不是有道理 是 其实这个我们这个希可公司 就是可口可乐公司 那这个也是一个具体的个案 我们可以去参考智慧财产法院 99年度刑商数字第147号的一个行政诉讼的判决 在这个判决里面 智慧财产法院基本上他就是用这个到底这个 评深具不具有识别性来作为一个法院判断的标准 那么法院当然他不但是用我们讨论过的先天的识别性 他也讨论到是不是有所谓的后天的识别性 都可以当做他具不具有识别性的一个判断标准 那么法院接下来就这个事实的部分 他做这样的一个认定 他说本件的商标的这个评深 它上半段是一个圆弧曲线型 外观恰似一个剥下的外皮的柳层 具有一半一半的这个柳层的样子 那跟主要的商品就是柳层枝是互相呼应的 那么整体曲线型平的评深有规则性的直视线条 那么至于评深的下半段就是变成一个圆筒状 那么就是说法院说可知它的评深上半段是圆弧曲线型 外观恰似一个剥下的柳层 具有一半一半的柳层跟主要商品柳层枝相呼应 这个部分即使是智慧财产局 在这个诉讼的时候 它自己也都承认这个平生的上半部 是具有相当的识别性 可是法院说一方面认为平生的上半段 是具有相当识别性 另外一方面你智慧财产局又说 它平生的下半段跟一般其他的平生 没有两样没有识别性 法院认为它是自相矛盾的 那么它认为说到底有没有 这个下半段到底有没有识别性 应该要跟其他人的同类的产品来比较之后 才能够去做判断 它作为它有没有识别性的一个判断 那么另外在这个诉讼过程中 其实这个可恶合乐公司 它自己也去委托了专业的 做一个消费者的一个意见统计的一个研究报告 那它提出这个研究报告 是认为就是说有300份的样本数 那最后的统计是95%接受访问的这个消费者 它都可以根据这个评深判断出 这个瓶子是属于这个可恶合乐公司 他们的美丽果果汁的一个商品的包装 所以比较于这个智慧财产局 它自己也在内部也做过一个调查 那法院说这个可恶合乐公司做的调查 它是具有科学性的 而且样本数比较多 那么智慧财产局内部的调查 它没有提出任何的资料跟数据 所以法院认为智慧财产局内部的一个调查 并不可踩 而且最后这个法院也认为说 既然这个评深在其他国家 美国墨西哥都已经申请到了 法院认为说你智慧财产局在审查 是要准它或驳它的时候 应该是不是要去看看其他两个国家 他们在申请上面要注册的时候 是采取什么样的主意 到底是注册主意还是实用主意 可不可以工作我们今天国内 申请注册的参考 所以就把这个原来智慧财产局 拨回可恶可乐 申请注册商标的这个处分 把它撤销掉 所以这是一个有关本案的 一个大量子的情形 我觉得本案 这是一个很值得 我们研究的一个部分 就是在商标识别性的部分 那在商标识别性 在构图我们说在商标的图形构图上面 如果我们有分为主要部分跟次要部分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通底观察的话 假设它是不能够区分的 那这个时候如果其中有一个部分 它已经含有可识别性的话 应该是具有识别性 那如果说今天它没有所谓的主要部分跟次要部分 它就是一个整体性的话 那么是不是可以把它作为两个部分的区隔 一个叫做上半端 一个叫下半端 当然立体商标很重要的就是它的功能性的部分 我们在前面有提过 就是功能性的话 如果立体商标具有功能性 它是不能够申请的 像一个圆筒状 它本身是具有功能性 这是没有错 但是它在前面的这个 有类似于柳层剥皮下来 一半一半的时候 它不是功能性 它是有特别显著性 它有识别性 所以本案确实是让我们会觉得说 你经济部怎么可以把这一个整体的部分 做切为两半 而且它本身又不是两个图形 它是一个立体商标 所以在这个部分 这个经济部确实是有它的矛盾 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是从矛盾上面来谈 应该我们来研究 就是说它这个立体商标本身是可分还是不可分 来做整体的通常的观察 这个部分才能够显示出它的识别性的部分 好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介绍到这边 谢谢各位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